謝展環今天參觀一間學校後表示 環保署將會安排在全港中小學 展示垃圾徵費的宣傳海報和畫額 並向學校發送電子宣傳單張和影片 對於外界關於免費派指定袋的爭議 謝展環解釋 政府都會連同不同的機構派發指定袋 因此派袋是沒問題 但強調售賣指定袋的零售店 例如超級市場或藥房 就不能免費派袋或減價出售指定袋 也不能以此作為贈品 至於物業管理公司以大型指定袋收集垃圾 俗稱包底的安排 謝展環強調 垃圾徵費的目的是鼓勵市民為自己的垃圾負責 但預料措施初期會有市民不使用指定垃圾袋 而垃圾收集商不會收集非以指定垃圾袋包裝的垃圾 因此物管公司只能購買額外指定垃圾袋包好垃圾 謝展環反駁包底的說法 形容是物管為有關的住戶執手尾 另外環保署處理助理署長胡敬恩今天在商臺節目表示 鼓勵物業管理公司盡量不要為居民包底 而當局會提供6個月的適應期 期間處方會議宣傳教育方法 勸喻或鼓勵市民改變習慣 如果遇到嚴重違規的個案 當局仍然會採取執法行動 胡敬恩指 垃圾徵費的立法原意是透過經濟誘因 令市民自行分類垃圾 舉例1家4口需要用起碼20公升的垃圾袋 但如果分類取出回收物品 只需要用10公升或15公升的垃圾袋 為了鼓勵回收 市民日後可以在陸在區區 利用回收物儲積分換取指定垃圾袋 而無需付款購買 為了鼓勵回收物儲積分換取指定垃圾袋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 以及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